台东县有2400多位的独居长者 其中有将近200位是中高风险的个案 随着年关将近东北季风节点报道 为了加强关怀独居长者 台东县政府结合社府单位发送物资 并进行免费的到宅用电检修 预防受寒和居家意外发生 让独居长者能够过好年 开箱台东县政府为独居长者准备的关怀物资 有干粮、罐头、毛炭、手电筒 有多功能快煮锅实在送暖送到新坎里 有的是独居的很可怜 有的少棉被少衣服 像长辈都是独居的一个长辈 所以我们准备一个小型的一个快煮锅 让他们可以在寒冷的冬天 能够有暖暖的食物可以吃 台东县县人口近22万人 65岁以上老年人口高达3.4万人 当中有超过2400位是独居长者 更有168位被列为中围县群 25位高围县群 在岁末低温接连来袭之际 台东县政府运用公益裁券基金 启动关怀专案 结合社福单位居家访试 发送物资 加强关怀独居长者 社会处办这个活动 第一个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 这个长者的这一个需要去照顾的 这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另外台东县政府也整合盘店 失能或行动不便的长者 针对居家用电潜在的危险因素 提供免费到宅检修 安装住景器 预防受函及居家意外发生 我们结合了电器工会 跟我们的展开志工队 一起去家里 帮他们检视 检视他们的用电安全 年关将近台东县政府 提供关怀物资电减服务 让独居长者能够安心过节 不受寒动影响 继续下大会台东市报道